您好 欢迎收看这一节的整点新闻 印度变异株Delta病毒入侵台湾 知屏东县一对从秘鲁返台的祖孙 病毒基因定序出炉 他们感染的是Delta印度变异株病毒 中央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他强调 被列为重点高风险国家入境的旅客 现在一律入住集中检疫所14天 检疫期末都要进行PCR检测 我们最近的基因的定序 从秘鲁入境的有主生两人 那基因的定序是Delta的病毒 Delta的变异株是Delta的病例株 那因这样当然以前我们本来就有5例的Delta病例株 那在这一次在这个变异株里面 我们现在还没有办法确定 其他相关的有关联的染疫的情况 是不是同样的变异株 也许是不同的感染源 那现在目前我们在厘清中 不过我们还是认为说在世界 整个Delta病例株也相当的 可以说相当的泛滥 很多地方 那我们特别看了一个几个国家里面 相关的这些有这个变异株的几个重点的国家 将印度 英国 秘鲁以色列 印尼及孟加拉等七国 那入境的旅客 换句话说他过去有14天的旅游史 和转机 那就再进去一定要在我们的集中检疫所 集中检疫14天 那而且在在检疫期满跟入住时 都要检验PCR 那被我们这样强制 进入集中检疫所的旅客 我们不需要支付检疫所及裁准的费用 只有公费 那至于原来我们就有巴西跟印度的专案 但也是维持原来的一个情况 我们就会把这些东西放在一起